杨美兰家的楼矗立在深圳北站附近的空壁上 本文图片记者记者于雅妮 深圳最牛定死户搞定 2012年2000万都不拆 现在赔偿一 2亿2017年11月16日 一则朋友圈在网络广为传播 随后朋友圈内容被深圳警方证实为虚假信息 内容发布者为房地产中介工作人员 为吸引客户来附近买房 通过估算被拆楼房的面积和周边商品房的房价 推测赔偿款为一 2亿 谣言让业主杨美兰叫苦不迭 她担心其他业主误会自己占了便宜 也薰翻那些让她替别人还钱的位置来店 杨美兰告诉记者 她只拿到1600万一家几口人正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这些天到处看房随便一个就要七八百万 她再也回不去曾经的豪宅了 几个月前她还有两个邻居 三户人家三栋楼 占据深圳北站附近面积约47000多平方米的空地 隔离网环绕 这三栋楼几乎成了深圳北站的地标风景 空地旁是一个山坡 山坡上有一块大草坪 周末人们三三两两在草坪上行坐 看坡下的豪宅 每栋住宅楼占地面积120平方米 高齐层 外表是红土砖 乍一看向烂尾楼 豪宅楼房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 这个地段的房价一平方米7万到8万 2017年5月下旬大草坪上关 几个人们发现三栋楼少了一栋 耗时14年的拆迁谈判有了成效 说服业主胡在区搬走的是一纸二审判决书 5月末 记者采访三栋楼所在辖区的明智街道办宣传科 邓信科长没有透露谈判过程 但他不乏自信地预计 剩余两栋楼两三个月内基本可以谈妥 不到一个月 两栋中的一栋谈妥 7月中旬 业主邱镇潘家楼房被拆 2017年5月下旬 深圳北战前还剩三栋楼 右面两栋中的一栋正在拆除 最后一户业主杨梅兰对盘盘条件并不买账 一审败诉二审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月16日杨梅兰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诉讼立案 登记表 8月17日明智街道办邓信科长告诉记者谈判过程变数很多预计时间会延长 5月下旬记者第一次见到53岁的杨梅兰时 她把头发高高盘在头顶 底气十足 我要等到铁树开花水倒流 5个多月后的10月31日 杨梅兰在拆迁补偿写一书上签字 11月6日搬离 离开她闭门不出 仅中长明 而占尽七年的地方 满楼 杨梅兰家靠近山坡 山坡上的人可以看到杨家屋内晾起的衣服 如果冒险 也可以从围栏下钻进空地 说冒险 因为空地的草丛里有蛇 杨家门口有两条狗 两条狗向忠诚的卫士 当外来者靠近他们心 中的安全线 他们便同仇敌忾 山坡上的人们极少能看见楼主出来 怀疑楼主并不住在这里 在今年5月见面时 楼主杨梅兰告诉记者 自己凌晨3点左右就会起床 5点半左右在楼下空地快走 锻炼 转够了就回屋 白天 在家看电视 5月20日早上5点40分 杨梅兰下楼锻炼 在熟悉情况的老邻居口中 杨梅兰是这片空地的焦点 他们告诉记者关于拆迁 找杨家其他人没用 只能找老板娘 5月末 记者 记者去采访上位班签的邱正潘家时 邱家人也说 去问杨大姐 杨美兰对自己有更高的认同 他告诉记者 这几栋楼已经成为 全世界的焦点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四季如春的女人 他坚持一年四季穿破旧的连衣裙 即便冬天下雪 都是好多年前的裙子 法官看到都会心疼 谈话时 杨美兰不时引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提到各种法条 他觉得自己对法律的掌握有95%的自信 不懂法的人会心虚 对法律了如指掌的人就不会害怕 我感到内心上有一种强大力量在支撑着我 他的信息来源主要靠电视 电视信号在楼顶用图法接收 家里内网 两部直转手机加起来不到200块钱 杨美兰年轻时做生意 有生意人的精明 他说自己的人生稳中求静 这样的杨 美兰不会随便买下明治村的一块荒地 合法之争 他告诉记者自己在1993年看到深圳保安区 龙华镇明治村刊登广告 吸引外来资金开发荒地 据申请开发村民住白用地报告书记载 1993年1月10日 龙华镇明治村委张亨村向镇人民政府申请 为改善本村村民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 鼓励港澳同胞海外草包回归祖国建设 引进更多的外来资金发展本村经济将张坑西的约60亩 山地洪地开发作为本村华侨居民新村申请获批 杨美兰让做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到深圳市国土局保安区 调查了这块地的红线图中的号规划图 1995年在确认土地合法后 杨美兰买下了明治村委会张坑村华侨新村68号地段 占地120平方米 他提供的收款收据显示 1995年6月他先后支付了3万元和15万元 收款单位改账均为深圳市福田房地产经营管理公司 龙华分公司财务专用章 在付款的同时他拿到了建房所需的两证一书 基村镇住宅建筑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保安县居民私人新建筑拐用地批准通知书和报件表 4份材料的落款时间结尾1993年 两证有效期未6个月一书有效期是一年 证件上标注于其未使用自行失效 这说明1995年杨美兰拿到的是早已过期的两证一书 三栋楼业主买地的过程大体相似 他们介绍当时由于政府没有规划完旁边的流线路和美龙路 迟迟不给他们放线 不能及时新建 直到2003年接到办通知他们可以开工 杨美兰介绍 他于2003年10月17日去报件 并按程序到相关部门缴交了市政配套费 地方税收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费等费用 他向记者提供的报件表和相关缴费 发票复印件显示 报件时间并非2003年而是1993年7月12日 但缴费时间就位2003年10月17日前后 发票复印件还显示 2003年10月16日 杨美兰向深圳市保安区龙华镇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缴费14400元 缴费项目为乡镇基础设施配套费保证金 4日他向深圳地税局保安征收分局缴购建筑 安装城乡维护建设税 2003年10月22日 杨美兰向深圳市保安区龙华镇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缴费 工程质量监督费288元 向深圳市保安区龙华张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缴纳华侨新村住宅区68号市政配套费25000元 接水开口费5000元 业主们继续把楼建起来建了7层近1000平方米 此前报件表汉量正核准的建筑面积是360平方米 三层高之所以盖到7层 三户业主称这是政府统一规划的深圳设计院设计的规划图 并称他们花了2000元买该规划图 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没等贴上外墙被强制叫停 你把钱都收走了 你又不准人家建 杨美兰满腹委屈 那些缴费收据如今并没有成为楼房合法的证据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2003年建房前没有重新报件 在未取得有效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建设 此外上诉人主张其所持有各项证书都是政府审批发放 都是向政府主题报件审批办理房屋施工整个过程都是政府监管 但并不能因此免除上诉人在证书过期作废后建房前重新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义务 业主求证攀不理解如果2003年政府认定这些楼房不合法为时遥遥收那些费用 为时遥遥给他们放线施工 杨美兰不服用2007年施行的误权法为自己辩护 第149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圈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二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报件手续能自动续期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业主胡在徐告诉记者2003年这块的已经成为政府规划用地计划在附近建高铁站拆迁谈判就从那一年开始 2007年深圳北站洞工修建2011年6月起运营至今 直至2017年5月谈判双方依然僵持不下耗时14年 谈判博弈 今年已是杨美兰闭门不出的第六个年头 他告诉记者自己警钟长鸣寸步步离房子怕人来强拆 敲响杨美兰警钟的是2011年1月5日的一纸通告 明治街道城市建设科和明治街道房屋租赁管理所在通告中称 张坑华侨新村酒豆业主善将为金骏工验收是不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的停建维建私宅出租给大量人员聚集居住 杨美兰清理了租客失去一个月将近一万块的房租 他告诉记者自己断了收入 日子过得很艰难 家里有四个老人要照顾 直到20个月后丈夫开始领退休工资 杨美兰没有搬走 在他提供的深圳市保安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协助调查询问笔录上记载着他接受询问时 对2011年的情况说明 5月17号我楼的店被停了 5月31号水被停了 我被我爸爸办事处睡了一个晚上才接上店 杨美兰不退卓 我食腰苦都能吃 食腰样的日子都能过 他要停我店的话我跑到楼顶上去睡 月亮在天上我就在下面睡 看到月亮我就高兴开心 上面点个文箱 他告诉记者记者 杨美兰家楼下赞养了两条狗 2011年的通告有千兆 2010年9月1日加快深圳北站周边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三次工作会议在明治街道办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中提到关于张坑华侨新村14栋烂尾楼和138块未建宅基地的真地拆迁补偿表准问题 会议要求明治街道办可根据明治地区轨道交通征地拆迁补偿和处理城市化土地遗留问题相关政策标准拟定工作方案报区政府审定后开展 政府与住户之间的博异在2011年达到白热化 2011年5月18日南方都市报以保安整治深圳北站空楼环境业主爬上烂尾楼以此要挟为题报到保安区明治街道联合进行环境整治空楼行动 报道中杨美兰接受采访说楼顶上的人是她丈夫 这一年同村其他住宅楼相继拆迁剩下三栋成了深圳北站附近的风景 杨美兰告诉记者这块空地被围起来前很多人过来有来拍照的明星 有记者还有来吓他们的人他不以为意我又不是吓大的 拜诉 2014年1月21日三户人家收到深圳市保安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行政处罚决定书 则令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20日内自然日自行拆除违法建筑 胡在时 邱正潘杨美兰申请行政复议希望撤销处罚 复议结果不支持杨美兰们认为保安县政府批的地 是给张亨华侨新村园村民或港澳海外同胞新建住宅的用地 杨美兰本人不符合身份 其次当时批准的建筑面积为360平方米 且建筑许可证与其作废 再次违建的事实并不能因其他单位收缴了费用而合法化 三家决定起诉深圳市保安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 2014年6月24日 杨美兰向深圳市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4年8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 一审败诉杨美兰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同时上诉的还有求证潘汉胡再徐 2016年12月23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对胡再徐的行政判决书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4月下旬 胡再徐收到深圳市龙华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催告书 让他于2017年5月3日前自行拆除房屋 并说明于其人为履行义务的该局将强制执行 他要申诉 但听律师说二审未终审 即便申诉也不会影响判决的执行 也就是说即便申诉房子也会被拆除 若申诉成功将来再讨论拆房的赔偿 胡再徐慌了 万一房子被拆了还拿不到赔偿金粉腰蛋 接到办的人再次登门拜访 拿来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 胡再徐虽然对赔偿条件并不满意 还是签了字 申诉 2017年5月中旬 两台挖掘机楼底楼顶同时开工 一周时间 七层楼房变成平地 5月20日下午 胡再徐秋正攀踞到杨大姐家一楼的大厨藏室里 这里被杨美兰称作办公室 自走司法程序以来 他自封为张亨华侨新村村长 这一点钱我都买不到一两套房 我五个儿子五个姐姐 干了三十多年一平方都没有 胡再徐情绪激动 我要是不签 给他强拆下来 我一分钱都没有 那我就死掉了 哪里会不给 拆房也一样的给 杨美兰态度坚决 老杨啊 如果他强拆下来 你要赔款 这个单位让你找那个单位 那个单位让你去找这个单位 三户业主具在杨美兰家一楼 讨论微信推送的强拆报道 按照2017年3月9日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新出的深圳市房屋征收补偿 基准价格 胡再徐获得了1400多万赔偿 他对比此前的赔偿价格 原来赔600多万时 楼价2万 现在赔1400多万 楼价8万 杨美兰期望的是 土地开发后 政府能给村民股份 一旁的邱镇攀收 他不敢奢望股份 但至少要解决 他们家六兄妹的住房问题 本来1000平方的房子 赔个六七百平方 他也愿意走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令 第292号 深圳市房屋征收 于补偿实施办法 试行 住宅类非原村民所建私房 只有不超过建筑面积 150平方米的部分 可以实行产权调换 也就是业主所期望的赔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